我醫師也提到說 有些病人開下去 哇 整個已經都是了 就再關起來 那這個就很糟糕 可能就要接受第二項 或者第三項的治療了 也就是化學治療 或者甚至說用放射治療 那一般假設切完胃之後 發覺因為病理科醫師會很仔細的 去看切下來的簡體 淋巴 到底有幾個淋巴 有被癌細胞侵犯到 那麼比例越高 就大概就一定要接受化學治療 是 所以常常會 合併 對 合併 也就是開完以後 緊接著接受化學治療 是 真的都沒有效 才考慮到最後一個放射治療 是 所以還是早期診斷 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像剛才講到徐華鳳小姐 她已經全胃切除了 那她全胃切除 她怎麼樣去吸收那些營養跟食物 所以她變成 因為她沒有一個胃囊 好來接收食物 所以我想切完這種全胃切除 最痛苦的就是 她可能每次都要少量多餐 她沒有辦法一次吃很多 因為沒有胃好容納食物 她的量其實除了少量多餐之外 她的量每一餐的量 都是一般正常的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而已 對 過不了那麼少 她也會容易有貧血的問題 就是說她貧血的狀況 可能也會產生 所以有時候有醫生會開鐵劑給她 或甚至一些維生素的吸收 她是沒有辦法吸收的 她可能還有一個血糖波動的問題 所以她有沒有發現 她越來越瘦 氣色越來越不好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營養 就是跟胃也有關係 那怎麼辦 飲食上面要吃什麼 其實這種症狀 通常如果是胃切除 全胃切除這種病人的話 它會發生一種叫 傾食症候群的這種狀況出現 就吃完之後開始會冒冷汗 或是噁心嘔吐 這些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它的飲食調配上面 它反而是不要吃太多的 澱粉類的東西 它是要提高所謂的 蛋白質跟脂肪 所以它的營養比例上面 是不一樣的 再來就是說 它要補充它的一些 可能是鐵劑 然後補充可能 還有適量補充一些 維生素的部分 就是可能有一些B群 或者是說維生素的部分 去做補充 然後還要去量它的體重 所以這個是一系列 它可能在後續 可能還是要找營養師 去做一個觀察 建議這樣 如果說是初期的胃癌的朋友呢 他在飲食上面的調配 要怎麼處理 如果它是等於是個 用預防的一個角度 就是說它如果說初期 然後切完之後 可能醫生就說 回去要保養 通常我們會建議 第一個就是說 剛剛其實蘇惟有講到 那個醃漬跟膏鹽的這種東西 其實我們台灣人 跟外國人不一樣的是 台灣人很容易吃到 所謂香腸跟辣肉 外國人很容易吃到的是 火腿跟培根 這兩個東西 它這個都是有 亞硝酸鹽的一個部分 在體內如果要轉變成自來物 叫做硝酸胺 這個如果跟一些胺類 一起混合在一起 會提高它產生所謂的 那個硝酸胺的一個機會 所以如果你吃這種 香腸 辣肉這種東西 要減少跟所謂 比如說像秋刀魚 或者是有一些像魷魚 或者是說像干貝 雪魚 這種含胺的東西一起吃 這樣避免它產生所謂 後面的一些致癌物質 甚至於你剛剛講 如果說真的你 比如說過年過節 還是會吃到香腸 辣肉 你就要加大蒜 因為很多那個蒜 對 洋蔥 因為蒜素其實已經可以 針對這個胃油門感菌 還有胃癌的一個預防來講的話 很多時間都發現 它是有幫助的 對 所以其實 醃漬物跟膏鹽的東西 還是少碰為妙 真的要少碰 而且你們家族史很… 有家族史 我真的強烈建議 所以少碰是 頻率是多少 例如說一個月一次可不可以 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如果你家 比如說要烤肉 或是你要吃香腸 他們有些時間發現就是說 你用電鍋去把香腸蒸熟 比你去所謂去烤 然後它的酵酸鹽 自來物它可能會流失 比較多一點 盡量用所謂的 不要是那種高溫烹調的方式 就是用低溫的 比如說像是用電鍋 或是微波爐這一種的 去烹調剛剛講的這些 其實香腸 你說它為什麼要加 亞硝酸鹽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因為 第一個它除了讓它飽色之外 它是要預防一些菌 裡面一些菌的發生 對 防腐的一個作用 你說防腐跟得到胃癌的比例 這個來講 我們防腐這個作用 是比較需要的 只是說多多少少還是會加 所以你吃香腸 你就要吃一個防癌的東西進來 所以剛剛講防胃癌的三寶 其實可以多吃 大蒜 洋蔥跟花椰菜 好 在中醫的藥材 烤肉包 花椰菜 烤肉包 花椰菜 對 抗氧化 因為有時候會在中醫的藥材上面 然後心情也是很重要 但是吃的真的不能太多 我們中醫會有一些 譬如說剛剛提到的 這已經是胃癌的話 當然我們會用一些穴道來幫忙 去吃 健脾 瀝水的這樣 平常我們會吃點 譬如說剛剛提到一些 四神湯的這些 甚至剛剛伊莉有提到 這樣有些病人會有產生那種 胃癌後的那種 傾到的那種症候群 也會有皮血的現象 我們中醫就會用到像這種 蓮子 山楂這些 那它就是胃口稍微好一點 然後也比較有食慾一點 然後還有一些去濕的 還有就是有一些蓋子可以補充 那還有我們有用的這個當歸 但是不用用太多 用太多它會容易脹劑 然後還有這些就是我們身體 這也是養血的這樣 那還有就是像麥芽 敲脹的這個小男孩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藝人 小藝人 那有一些常常會覺得很口乾 那甚至有一些還會產生那種 不好上廁所 我們就用一點這種 不會傷到它的這個長黏膜的 就是不會讓它拉肚子 可是會有一些 讓它口乾的現象 就減緩的現象 就這個 就是我們用的玉竹 這些東西也可以用來做這個 可是這個怎麼樣的劑量 或者是說它是多少 還是要配合醫師的一個診斷 然後再加上這個處方 比較安全 好 我們最後 蕭醫師要不要提醒一下 我們怎麼樣去預防胃癌的發生 是 我想我們剛剛討論了很多 有關胃癌的事情 那我想胃癌是預防勝於治療 假設能夠預防是最好 所以第一個 就是剛剛講致癌物 可能會造成胃癌的 第一個是幽門螺旋桿菌 這個非常強烈的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剛剛營養師提醒的 燒烤類的食物盡量少碰 好 當然剛剛 幽門螺旋桿菌 假設你有感染的話 一定要把它治療 一定要把它根除掉 是 那麼再接下來就是 假設你有家族病史 我們剛剛也提到 最起碼你40歲以上 建議一年真的做一次胃癌 會比較好 然後最後其實就是 開始出現症狀 當有症狀的時候 真的不要說以為 就是一般的胃病而已 還是真的規則的 找腸胃科醫師 好好做個胃癌 是 診斷清楚 然後一旦有問題 不要慧疾疾 不要怕開刀 其實現在都有 很好的辦法可以處理 一定要立刻處理 我想這樣才是我們防治 胃癌一個好的正確的觀念 是 好 我們今天請四位專家談了很多 關於外癌的防治治療 提供給觀眾朋友做參考 接下來是觀眾的提問時間了 健康問診室 今天要來 詢問我們問題的是 盧州的一位方先生 他說他已經喝茶喝了30多年 現在只要一天沒有喝茶 就睡不著 人家是喝茶睡不著 他是沒喝茶睡不著 他說他本身胃不太好 但聽說喝茶會傷胃 可是要喝深茶比較好 還是熟茶比較好 那這個蕭醫師 你的建議是什麼 喝茶真的會傷胃嗎 其實不一定 那現在甚至於有一些 像日本有一些研究 他發覺說喝綠茶 甚至還可以預防胃癌 那麼所以喝茶 會不會傷胃呢 要看人的體質 像我常常講說 很多食物 假設是某年兩肯的 像咖啡跟茶 這樣子平常日常的飲料 那麼你喝下去 假設你覺得不舒服 那你就不要吃 就不要喝 表示你的體質不適合 是 但是假設我們一定要說 喝茶一定會傷胃 說實在這樣的論述是不成立的 因為要看人的體質 那只有綠茶是可以讓我們的 可能還可以抗癌 或還可以抗胃癌嗎 像我們有些中藥茶 它本身就像剛剛佳佳說的 它是有體質上的分辨 所以有一些人 他雖然是說 大家吃起來都很好 大家喝起來茶 綠茶 感覺喝起來不錯 喝了就開始拉肚子 然後甚至會產生胃的一個 進來的現象 所以那種適合就是喝綠茶的 或者是深茶的病人 它本身以中藥的理論來講 它就是它的那個 胃熱的情況比較少 所以它是屬於胃寒型的 所以它如果吃了這個綠茶 它就會更不舒服 所以胃熱型的 常常口乾舌燥這類的人 他可能 而且會比如說 大便這方面 也不是說非常的通常 這類的我們有痰有濕 又有胃熱的 它可能比較適合這樣 所以就像剛剛佳佳說 你如果喝這個喝下去 喝下去不舒服 又是拉又是那個 這個部分你就是 那還有劑量上 那我們中醫還講究到你的時間 如果你早上喝就OK的 那到了下午兩點以後 你喝了量多 你就開始會 就反而會睡不著 或者睡不好 或者是產生噁心的狀態 尤其是在空腹的時候 大量的喝 甚至是會吃進你的胃 那營養師有沒有什麼建議 其實綠茶確實像蕭醫師講的 它裡面鵝茶素 它是目前來講是最多的 因為它是屬於不發酵茶 所以它保留的鵝茶素最多 但是相對的 它確實是屬於生茶的部分 也會讓你空腹喝茶的時候不舒服 所以我們的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在早餐的飯後 跟中餐中間喝 因為那時候 因為我不太建議飯後馬上喝茶 因為影響到可能飯中間那個鐵的洗手 你大概隔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那時候胃還有一點東西 但是還沒有完全就是全部都消化完 那時候那個時間點喝 剛好符合中醫師早上喝茶的習慣 然後當然在早餐跟午餐 中間這個時候喝茶 其實它是最好的時機點 OK 對 如果真的會不舒服的話 其實你可以喝半發酵茶 譬如說像烏龍茶 或是普爾茶這一種的 它裡面的丹磷酸比較少 比較不容易讓你的胃不舒服 它也含有一定量的鵝茶素 所以你可以稍微換一下 是 好 非常謝謝我們專家的建議 那瑞琳記得趕快去看一下醫生 上網 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健康的問題 也歡迎寫信給我們 或者上網 在我們的台式官網上面告訴我們 我們會在節目當中問您解答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